空城记 蜀国的诸葛亮驻守西城县 只带了2500军士和一群文官 忽然哨兵来报 司马懿带了大军15万向我们杀过来了 官员们全慌了 诸葛亮马上传令 把我们的旗帜全部隐藏起来 军士们守着各自的岗哨 打开四个城门 再找二十个军士扮作百姓打扫街道 所有的军士都感到疑惑 魏军就要杀来了 还不赶快逃命吗 可诸葛亮不慌不忙地抱着一把古琴 带着两个书童上了城头 焚香弹琴 司马懿率领大军一路沙向西城县 突然接到报告 诸葛亮大开城门 坐在城头府秦 你们留在这里 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司马懿和儿子司马昭 带着一小队人马来到城门 果然看见诸葛亮正坐在城楼上府秦 琴声悠然动听 城门大开 只有一些百姓在低头打扫 一切十分平静 性格多疑的司马懿有些不安 看来诸葛亮早有埋伏 传令退兵 父亲 我看诸葛亮其实没有兵力 才故意做出这副样子 不如我们直接杀进去 生擒了他们 哼 诸葛亮一向谨慎 从不冒险 一定是做足了准备 再听听他的情音 哪有一点慌乱 赶快撤退 十几万大军就这样 被诸葛亮的一所空城 吓跑了 官员们都很奇怪 司马懿竟然就这么撤退了 是什么原因呢 司马懿这个人多疑 又知道我向来谨慎 今天他看我大开城门 请他进来 当然会怀疑城内有重兵埋伏 就下令撤退了 可我们为什么不直接逃跑呢 司马懿的人多 我们就算逃跑 也很快会被追上啊 只能用这空城计了 众人听后 连连称赞诸葛亮 神机妙算 计谋无双